前新竹市长林志坚因为论文抄袭的风波退出了桃园市长的选战 最近这几周以来几乎是消失在荧光幕前 不过今天他跟党主席蔡英文合体现身百公百业造势活动 帮新竹市长参选人沈慧宏来站台 那林志坚也为新竹队受到论文事件影响鞠躬道歉 而对于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的委托研究计划设计了抄袭音韵 林志坚则说诚信比选市长还要重要 要张善政说清楚讲明白 谢谢 沉寂了一个多月终于露面 前新竹市长林志坚请了新造型把白发染黑 现身在民进党新竹市长参选人沈慧宏的百公百业后援会成立大会上 已经站在舞台上很习惯 但是有些人没什么出门 有些人没出带 沈慧宏首场大型造势活动找来蔡总统加持 不过现场就向林志坚付出的起手势 因为论文案受重伤林志坚退选桃园市长现在重心回房新竹市 我要借这个机会深深一鞠躬跟大家致见 不好意思 林志坚市长跟我一直都是最紧密的伙伴跟同伴 那我们一起为新竹市努力 那今天百公百业齐聚来挺新竹 林志坚市长一定要在场而且一定要在我的身边 论文抄袭事件确实影响选情 沈慧宏陷入苦战 林志坚要先巩固绿营六万多票的基本盘 而曾经是对手的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胜正 农委会研究案引发争议 被认定有六篇重复度高 同样也深陷抄袭云林志坚可视火力全开 跟蔡总统合体要帮沈慧宏逆转过关 已经预告了辅选一定有林志坚的角色 只是志坚排队选情能助攻还是票房毒药 恐怕还很难说 记者下面下一站新竹报道